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谢谢你继续留守在City Plus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前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医生 就建议政府说呢 遵循美国的防疫方式 包括限制食人或以上的任何类型的聚会 那对确诊病例的社区呢 进行小区封闭式的管理 而一些像是餐馆娱乐场所 酒吧和小贩中心都必须要暂停 如今我们进入了行动管制令之后呢 意味着国家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卫生部也已经制定了全面防疫的子弹水 大家还是必须要去支持跟听从 不过呢 从这个疫情的死亡率 然后发病率 以及传染性的角度来看呢 它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情况 难免呢 会有一些行动和决策上的不足 这也体现在其他先进的国家 所以我们的新政府呢 有一些东西在协调方面做的不好 或者资讯不到位 这些是可以理解的 但数量不要太多太平密 否则的话呢 将会影响到人民对新政府的信心 那么我们与此同时呢 也必须要让政府知道说 如果东西做的不好的话 或者是发现出了一些状况 就必须要不断的进行调整 适应以及改进 比如说全国警察总长 昨天晚上就临时纠正了 越州所必须要申请的这个指令 因为当时呢 就有太多的人蜂拥到 个别的这个警局前面 以申请那一张通行证 结果这个是另外一种的群聚活动 那李文才就认为说呢 在防止民众聚集方面呢 是可以继续改进的 并且他也建议说 我们可以学一学美国的方式 就像刚刚我有提到的 限制10人或以上的任何类型的聚会 像是门市业务 在任何的情况下呢 都不应该超过10名的客户 他说这期间呢 所有的客户都必须要有企业记录 他的身份 还有联络的电话 并且停止呢 一些商业活动 像是任何类型的聚会啦 或者是刚刚也有提到的 餐馆娱乐场所 酒吧跟小贩中心的都必须要暂停 那么对于有确诊病例的社区来说呢 则应该进行小区封闭式的管理 展开消毒 然后限制居民进出 以及收集居民的身份和联络方式 并且进行体检 同时呢 限制有关社区居民的接触性交流 那么人们必须了解到 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比如说 要预防性这些病例的进口 然后保持社交距离 暂停跨州的旅行 以免疫情扩散到其他不同的地区 同时也应该要记录居民的活动 以在感染 发生感染之后呢 能够追踪这一些患者 嗯没错 那李文财呢 就提出了三个建议 他本身就是一名医生嘛 那第一个呢 同样的也再次强调说呢 可以按照美国的防疫方式啦 限制食人或以上的任何类型的聚会 那其实我觉得李文财医生在说呢 就是不只是在管制令执行期间 也包括在管制令之后 如果我们的疫情呢 还没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 或者是受到抑制的话 那第二呢 就像是志峰刚刚有提到的 必须要进行呢 封闭性的管理 尤其是是以区域作为一个单位跟区分 那第三也是我们现在马来西亚 这两天呢 大家都在高度关注的 到底跨州的移动允不允许呢 那我们看到呢 执法单位呢 现在也一直不断的在调整这一个策略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一定要锁定在CD Plus 那么李文财 他是一名职业的律师 所以他对这些疫情 他是一名医生 对医生 不是律师 对不起 讲错了 OK 他对这个疫情的控制 以及对疫情的蔓延呢 绝对有他专业的知识跟观点 根据他的观察呢 目前政府所实行的行动管制令缺乏规划 那么特别是在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时 那么决策者呢 在必要的时候必须承认错误 以及不断的做出改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断的改善 民众是有那一个宽容的心 因为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情况 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那么这里就举一个例子 昨天下午发生了一个 我觉得不应该发生 而且相当严重的一个事情 就是首相慕尤丁 他在昨天下午在部城 主持关于新冠肺炎的各州 大臣还有首席部长的特别会 偏偏呢 就漏掉了五个由西蒙执政的州属的 大臣跟首长没有出息 就是吉达 槟城 雪兰呢 圣美兰 还有东马的沙巴 那么这一些州属的 大臣跟首长缺席之后呢 就非常的不满 然后他们在傍晚的时候 就在推着讽刺国盟的政府 比如说吉达的州弹 就说难道吉达是没有疫情吗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还来玩政治呢 这是当时很多人 马上能够想到的一种情况 因为过去呢 国盟跟这个新闻 不断地在竞争 在争夺这个中央的执政权 而在那个时候呢 就昨天傍晚 那么首相新闻秘书的 这个WhatsApp的群组呢 就被许多的记者追问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东西是真的吗 真的没有邀请 这五个州的大臣吗 那么晚上的时候呢 政府首相秘书就发文告了 然后他就道歉 承认说是他们的这个疏忽 但是应该往这里再前一点 就这个事情上 必须要有人问责 同时避免下一次 再犯下同样的错误 他肯定知道说 这个东西呢 是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的 抗疫情是全国人民的 这个共同的努力 不应该有朝野之分 那么希望不会有下一次了 没错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能够容许呢 还有第二次的发生 就让我们全民一起来监督吧 我们希望政府呢 当然就是以抗疫 作为一个一致性的目标 带领国家一起来对抗这一波的疫情 那也要请你持续留守在City Plus 下段回来主编点新闻呢 带你关注其他的焦点新闻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